里巴嫩真主导武装今天发布声明称 未回应乙军此前对里巴嫩南部多地的袭击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使用多架无人机 打击了位于阿耶莱特哈沙哈尔的乙军第91师指挥部 直接命中目标并造成多人死伤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凌晨发布消息称 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地区详细警报 之后发现多个从里巴嫩飞来的可疑空中目标 乙军对这些目标进行了拦截 并监测到有物体坠落在阿耶莱特哈沙哈尔附近 乙军称袭击造成乙军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受伤 并导致该地区起火 乙军今天上午又称 以北部西加利利地区详细警报 一个从黎巴嫩飞来的可疑空中目标被拦截 4号夜间至5号凌晨 乙军对离南部卡法尔基拉的一个武器储存设施 和多个黎巴嫩真主党设施发起空袭 并对离南部多地发起炮击 ー ー